由今个月26日上午5点起 介绍人士经过青沙管制区 即是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大围隧道 不用再停车缴费 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推行后 介绍管制区的人手收费亭 同快二通车道将会取消 介绍人士可以透过车辆贴 或者车总贴等缴费贴 遥区缴付隧道费 当局说至今已经发出超过36万张的车辆贴 相信频密使用青沙公路的车主已经申请了 又预计车楼不会因此而特别增加 平时走开青沙你会继续走青沙 如果你平时不走开是选择另外一边的 譬如你没有那么近青沙 你是走东隧比较近一些 或者走大陆山比较近一些 你可能走东边 所以那个车楼不会有特别的增加或减少 继青沙管制区后 运输署计划在今年首季 在城门隧道和狮子山隧道实施易通行 并在年内陆续推展至所有的政府收费隧道 现在计划我们分三个阶段 今年之内 首先就是在所谓青沙管制区 城门隧道和狮子山隧道 我们在今年第一季会完成了 就是去做易通行 然后我们第二个阶段 如果登记车主未能使用 易通行缴付隧道费 系统的自动车牌识别技术 可以偵测车辆洗经收费隧道 隧道费服务供应商会以电子方式 向登记车主发出缴付通知 登记车主必须在14个工作天内缴付 如期会被征收付加费 凤凰卫视记者 邝协林特